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朱建荣没有打好 把锁哥 曹云静好球啊 曹云静这角直接选择了林宫的抽射这角质量打得真不错 他现在这个 曹云静现在其实现在成熟很多 确实 反正超了一个失误 好的 把锁哥来了 把锁哥单刀的机会 把锁哥 把锁哥这一球没有打进 严峻林立功了 还有 看朱建荣 左脚 好球 朱建荣 帮助球队 首开记录 朱建荣 上海得比 进球了 单神华又一次领先了 1比0 这个球啊 巴锁哥 其实第一下就该进 严峻林已经立功了 但是第二下 严峻林确实没有什么办法了 朱建荣 这一脚打的质量确实太高了 朱建荣 这也是打进了他这赛季的第二个进球 而且每个进球都很关键 现在你其实这些人打这个有点牵强 是 我们看这个球 毕金浩顶出来 冯进外围 远射这脚打的质量不错呀 压住了 但是有点正 看买提江 选择直接远射 这脚太自信了 有点远 巴锁哥 好球 巴锁哥 完全晃过了买提江 这球漂亮 看巴锁哥 巴锁哥 巴锁哥 选择了射门 这球 严峻林又立功了 国门啊 巴锁哥 这次机会啊 敲得不错 刘博洋 看刘博洋这下能不能传好啊 过来了 哎 在投诉点球嘛 在投诉点球嘛 这球VR可能会看 再看一下啊 看这下 哦 这球打手了 这球 我们看 哎 认为没问题 认为没有点球 还是坚持了自己的这个判法 有空间 没错 看冯进 传中又来了 李文君投球 武器后脚跟刻回来 巴锁哥再来 这球弹进去了 误打误撞 但是收获了进球 这球到底要算给谁呢 啊 再查看疑似越位 吹了越位 他是不是叫吹就吹之前的越位 我觉得 哪线越位 刚才那个球绝对是不越位 刚才镜头给的是最后射门 就是林生源打那线 射门那个是绝对不越位的 我觉得 是 那这个球取消了 但是镜头没有完全交代清楚 到底是哪线越位 他是不是之前是越位 爱迪的传中 点不足 来了 来了 这球顶到立柱上 二点还有 彭欣利 这真是风雨飘摇 是 是 是 刚才也是自己代球出现的事故 刘若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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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有没有点球 刘若凡 没有没给 刘若凡 可能认为这个动作 对 就是动作 他这下就是挂到俩人 腿撞在一起 就这个判断 他没有主动伸腿的 有可能认为 判了 最后是判了 猪神杰 助跑 猪神杰 这球 严峻凡扑出来了 二点 又扑出来了 严峻凡立功了 神了呀 严峻凡今天 这下是神了 严峻凡 严峻凡今天多次拯救了球队呀 好球 又罗了 传球传起来 中路击回 这个球放过去了 NDIA 主要是 刚才那个球呢 我们说就是 也是可判可不判 是 但是这个球感觉呢 判的可能性比刚才那球可能更大 也要判了吧 也要判了 点球 点球 就是点球 看这球 NDIA NDIA 点球 NDIA 拔进了 上海海港扳平了 上海得比 扳平了 这个球是NDIA 这赛季的第四个联赛进球 上海海港这场比赛真的可恶 大难不死啊 之前多次的门前的这种挑战 包括对方有进球 被约位吹掉 有点球扑出来 最后呢 在比赛89分钟 依靠一粒点球 扳平了比分 连心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第二回合上海得比 依靠NDIA 90分钟的点球 最终1比1 上海海港 逼平了上海深花